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5日0点21分联合报记者李一新 赖佩玄 袁志豪 连 现报导新店警方锁定新加坡籍男子涉嫌将装在黑色塑胶带的女婴 丢弃在一间烧烤店的厨余回收桶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新北市新店回收处于同女婴施案 前警几乎确定新加坡籍王姓男子与郭姓女友涉案 刑事 局已先通报新国警方 将透过司法互助请求协助采样两人DNA比对 但检警认为借送两人来台接受真审的可能性不高 刑事局国际科念8日透过驻新加坡联络官 香气因案情 情侣身份等资料 通报新国警方 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人员本月1日主动致电新店警分局 表示愿意提供台湾警方 相关协助 不过迄今台湾检警尚未正式发函请求协查 新国警方也未提出需求 法务部官员说 台湾与香港 新加坡均未签订引渡协定 难把两岸前疑人引渡来台受审 依国际 换例 国籍国政府会透过自己的系统进行司法调查 一般不会把国民引渡给外国政府受审 分享 分享 留言 猎异